大家好 这里是天洋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视频左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面相的案例 女主面相面骨比较厚重饱满 而且骨肉均匀 骨为羊肉为阴 骨肉均匀的人是阴阳平衡 运势根基是非常不错的 整个面相的轮廓来讲还是非常的圆润 有营养至人的一种福运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整个面相的五官的格局来看的话 中月比高龙厚重 其他四月双拳饱满 腮骨也不弱 所以说是形成五月炒拱之势 是非常大气开阔的一种面相格局 运势根基不错 从三挺比例来看 三挺比例均衡 运势顺畅少阻碍 不会说是早中年晚年的运势 这三个阶段的运势相对平衡 从额运来看 额头宽阔饱满 稍待美人间 三挺比例当中 上挺稍弱一些 早年运势一般 出社会比较早 比较早熟 那么眉眼开阔 而且眉弯眼弯 心地善良善极福报 眉长而不散 能够覆目 眉长能够覆目 眉尾兄弟公 一位情缘公 和兄弟姊妹缘分深厚 那么眉毛相对顺滑的人 聚而不散的人 在感情方面也是相对顺畅 少阻碍 印堂开阔 拿得起 放得下 不纠结 也不会说是遇见困难 有一些思想方面的精神内耗 拿得起 放得下 心思 格局开阔 眉弯眼弯 田宅工程 根基和靠山都是比较稳的 青年时期有稳定的居所环境 并且在成年之后 成家立业之后 在固定资产方面的一些收益颇丰 眼神剧 黑眼珠比较多 眼神剧而不散的人 气韵能藏 能够识人变物 黑白分明 能够在青年时期 对一些桃花 烂桃花 有一些 能够屏蔽一些烂桃花干扰 能够识人变物 那么眼为监察工 同时 我们说面相 至少是五分看眉眼 眉眼的形态好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 那么他的运势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个是眼神足 整个面骨 形态也有 神行兼备的一种面相 特点 从这个山根来讲 山根也不弱 山根平满 此处也是承接青年和中年 这个即将进入婚姻的关键阶段 这个时候也能够顶住压力 那么 屏蔽线烂桃花干扰 遇到正远 能嫁贵妇 特别是到了这个鼻梁 鼻梁高而厚重 鼻头又非常有肉 鼻翼又收 这是一个非常望夫的一种 望夫望财的一种鼻子 再加上双拳饱满 有肉 开阔 旁人的助力也不少 个人的事业心也很强 做事有主见 有定力 而且对于鼻高龙的人来讲 人生起点相对来讲 要高一些 那么 进入夏亭 我们看夏亭 人中稍微有一些 被人中稍薄一些 人中不见沟 稍微有一些鼻压人种 和子女缘分稍浅一些 但是 个人的亲和力还是很强 只是说子嗣不封 但是跟子女缘分深厚 能够跟子女关系很亲近 唇 阔而有收 再加上唇红齿白 是能嫁贵妇 加上上唇 稍薄一些 伶牙利齿 能言善变 可我才好 沟通能力非常强 善于交集 个性也是乐观豁达 夏亭稍厚一些 那么重情重欲 包括这双眉毛也不浅 眉浓之人 也是重情重义之人 人缘不错 人际关系非常不错 为人也是慷慨大方 只是夏亭稍见智 纯薄能言善变之人 快言快语 有一些饭口舌是非 这方面需要多注意 口思寒汤 奴补工不弱 奴补工不弱的人和晚辈 以及子女关系 非常的亲近 所以说再加上下巴 兜而有肉 晚年是能享子孙 腮谷 方阔 做事也是能够 知进退 有进有退 也能够面对一些困难 不会选择逃避 勇于面对坚韧 有坚韧和毅力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种面向格局 是属于中等偏上的面向 有望夫心家的潜质 好了 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困惑可以看视频 左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